等一下 等一下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好慢好慢的 蝸牛 开始咯 有一个 小蝸牛 他 今天 要来葡萄树上 吃葡萄 可是 他在路上 遇到了水管神 水管神 问他说 你要去哪里 小蝸牛就用很慢很慢的速度 说 我要去葡萄树上吃葡萄 然后 水管神说 那不然我们两个来比赛好 结果是水管神歇道 他 吃了所有葡萄被吐出来 因为葡萄太酸了 他 他 他又在路上了 呃 蝸牛又继续走 蝸牛又继续走 他路上了一只小青蛙 小青蛙 小青蛙问他要去哪了 小青蛙问他要去哪里 小青蛙问他要去哪里 他又说 又很慢的速度 又说了 我又去葡萄树上去葡萄 青瓜園像水管蛇一样 那不然我们两个比赛好了 看谁先吃到 他跳 结果是 他先到 小青瓜圆倒 他吃下来再吐出来 因为葡萄也太酸了 好难吃 然后他又在路上遇到妈妈城 妈妈城就问他说 你要去哪里呀 他用很慢的做度说 我要去葡萄树上吃葡萄 那可不可以我跟你一起去 好 葡萄就在他 他又在这边换了好多话 给妈妈城看 他说蜘蛛 他遇到蜘蛛 要不要来我家喝碗 喝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妈妈 要不要吃点心 他说谢谢 妈妈说谢谢你真好 谢谢你真好 然后妈妈城 我比较想吃葡萄 妈妈城说 我比较想吃葡萄 然后光年说 快走 我不想变成他的晚餐 走到夜晚 他们一起睡 到了隔天 他们要一起玩 溜下鞋坡 爬上爬下 然后到了葡萄 这一个烂店的葡萄 水管蛇和青蛙都在笑他 水管蛇和青蛙都在笑他 然后他们说 没关系 我们做成一个葡萄三明治 他就先咬一个洞 挤出来 然后再压一压 就做 然后他们到处都 吃了更种形状 好多动物的形状 他们到了晚上也一起睡 到了隔天 蝸牛就看到 猫猫虫变成猫 猫猫虫变成猫 因为它 要长大了 它就 不 出来 有厉害声 它 看见是一个美丽的蝴蝶 它说你就是猫猫虫吗 它说 你就是猫猫虫吗 它说对 它说 哇 你变成一只好漂亮的蝴蝶 哇 你变成一只好漂亮的蝴蝶 故事讲完了 拜拜 你中明星视的蝴蝶 眼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